经济性的报道 究竟有多少人在iPhone 15推出之后 受到了刺激 引发了需求而换机呢 事实上全世界的手机销量 在今年第三季全面都下滑了 那么三星是稳居第一 它的市占率有两成 苹果第二 小米跃升为第三 而华为和荣耀传音都出现了正成长 不过苹果iPhone 15 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不理想 为了买气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突然到了成都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iPhone 15在发表的17天内 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上 跟iPhone 14相比 足足掉了4.5% 苹果受到华为新机 这个Mate 60 Pro的挤压 中国大陆消费者抱着爱国心力挺华为 中国移动了更向华为下单120万只手机 人群促勇着苹果执行长库克要签名合照 库克来者不拒 在成都太古里的苹果旗舰店里 库克还观看了一场手游王者荣耀表演赛 库克赞叹玩家们表现 还在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 写着手游王者荣耀诞生于成都 在App Store上风靡全球 另外一篇发文 则是用iPhone 15 Pro Max拍摄一张 安顺狼桥照片 写着你好成都 库克介绍了苹果公司在川发展情况 他说四川是中国的经济大省 充满活力 发展前景广阔 四川市场对苹果公司在华业务发展十分重要 不仅是走入人群探店 也见了四川当地官员 即今年三月到访北京 时隔七个月 库克突然又现身成都 此心被市场认为 是为了救新机iPhone 15 在中国大陆销量 9月22号 新机iPhone 15在中国大陆开卖 当时北京的销售门店人潮排队 热烈程度感觉不差 还有不少死忠粉丝急着抢投降 这公买器却没有持续太久 彭博引述研究机构数据 表示新机iPhone 15在发布后17天内 在中国大陆的销量 与上一代相比下降4.5% 市占率甚至被华为超车 因为各种的原因 这几年它也没有5G的芯片 看了网上很多拆机的讲解 确实这一次的芯片 有了一个不仅有提升 速度有提升 而且它是完全国产化的 芯片都是咱们自己研的 屏幕也有高刷 一直说比较难定 所以过来看看 肯定会定一台试试 试试国产 大陆人用爱国心 诗称华为市场研究报告数据 12号到8号 一周的时间 华为手机销量超过110万只 单周销量的市占率 为19.4% 排名第一 同期苹果在大陆 卖出99万只 市占率17.4% 排名第二 在华为销售店内 新机已经没有现货 就连体验也预约而满 近期大陆电信运营商 中国移动更公布讯息 沿你采购华为Mate 60 全一版等无款手机 需求为120万只 被市场形容 是大陆国家队出手助推 让华为销量 再吃下一颗大补丸 就直接对好它扫好 对的 是不是还是很神奇啊 华为Mate 60 Pro 有项独有功能 更被大陆民众推崇 那就是质感支付 不用特别打开支付页面 结账时 扫码机一碰到手机 自动感应跳出付款QR Code 提升支付功能 华为旗下的支付机构 训联支付 则被人民银行 正式批准更名为花瓣支付 最新公开信息显示 当前华为钱包的 月活用户数 已超1.4亿 华为的支付体系 在大陆虽然还比不上 支付宝和微信 但之后花瓣支付 将依托华为作业系统 跟手机等产品 提高市占率 在官方和民间相挺下 华为重新和美国手机 第一品牌评 苹果站在同一舞台上 竞争销量 TPBS新闻综合报道